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消息混亂,借勢調整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 全日恆指跌了196點,收報27651點 成交有796億 今天港股,可以說是無功而回 本來昨晚收市之後 大家都預期,由於中方說 中美達成了一個understanding 大家互相理解 如果達成了首階段的協議 美方就會相應減關稅 中國也相應減關稅 原本想著衝起,可以衝上28000關 誰知今早高開之後,就無力再上 全日一開的時候,就27894點 已經是全日最高位 27894,全日最高位開 之後就一路向下移動了 曾經跌過200多點 最低見過27582點 收市的時候跌幅 收窄一點點 但都接近200點的跌幅 連升六日之後 第七日斷纜 後市最關鍵是 能否守得到 前浪頂 27366點 守住這個前浪頂問題不大 就算是一個技術性後抽 就算跌破一點點,都不要緊 因為這裡有個上升裂口 保住這個上升裂口 之餘 只要不再跌穿 這裡有密集區 27000關左右 不是跌得很深的話 仍然都有機會再上 當然,調得越少 代表勢力越強 升的力量越大 相反,如果調得越多的話 上升的力量就越少了 如果你說未買貨的 現在調下來 都可以考慮 可能是一個低級的機會 好了 說回今天的題目 消息混亂 究竟為何會造成 今天港股無力上衝2萬8 是說什麼消息混亂呢 剛才已經說了消息 昨晚中方發了一個好消息 市場預期 中美有機會 大家會減過關稅 誰知道昨晚美方 有些人走出來 又說一些說話 說美國不是這樣的想法 雖然這個不是很強烈的否認 但是也使市場對利好的消息 採取一個戒心 那是什麼人說呢 當然是美國的鷹派那些 好像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 納瓦羅被視為鷹派人物 他星期四晚就向霍視電視台 霍視新聞台 否認 他說美方 不是說答應了 如果中美達成貿易協議 首階段的協議之後 就會撤銷部分對華 左星的關稅 他是否認的 他說沒有這件事的 講完之後 結果今天就是無力衝上去 那為什麼說消息混亂呢 第一 他是一個貿易顧問 就是他在白宮的貿易顧問 這個級數就不是說低 但是也不是說說得到事的 一個是顧問來的 就是consulting來的 那說得到事的 當然是特朗普 第一 第二就應該是出去談判那兩位了 就是貿易代表來達希澤 第二個當然是財長武蔭 這兩個就是代表美方向和中方談判的人物 他們兩個說的話 就是級數就高一些 當然特朗普說的最高了 所以美方現在有一個顧問走出來說 似乎就是有些是代表一些另類的聲音 就是說說明美方在內部來說 應該還是有些未統一到的意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相信中方這個商務部出來說 發言人出來說已經有這個共識 他沒有理由當著臉說謊 因為這個不像中方外交人員的取態 就是比較嚴謹的 就是中方的一個發言人 他不是在上空告訴他這些消息 他都不會無緣無故就出來說 是不是 他應該是取得了上級告訴他一個訊息 可以發佈了 一個這樣好消息發佈出來 美方似乎應該是部分 有些人應該是這樣想的 是可以減關稅 但是有些鷹派的 就不同意減關稅 所以才出現了這個消息的混亂 現在搞到這個市場可能會借勢調整一下 事實上借勢調整也不奇怪 因為技術上高 現在衝了幾天上去 而這幾天衝上去的時候 成交也不算很大 大家看到這裡成交不算很大 沒有說成交一直在推動市場 其一 其二就是美國的市場比較好 但是中國內地的市場比較黏的 比較悶的 所以搞到港股也沒有力氣 所以借勢調整是不奇怪的 看著27,300這些水平 看看是否有一個支持 如果不行的也不用怕 但是27,000這些關就要小心了 如果調下來的話27,000 所以可以調到27,300這些水平 還沒買夠貨 或者還沒買貨的就可以在那裡考慮一下 如果你放低一些26,800做止蝕 可以這樣想 好了 恆指是這樣 各企指數的情況都是類似的 也是連升幾天之後 開始借勢調整 你說它是不是立即轉弱了 也不是的 大家看到它浪著高位 但是如果有機會可能出現這個後秋 後秋就大概落回來10700這些水平 9月13號高位就是10700.98 就是10700 你落回來這些水平 就是剛剛這個上升裂口 是它回回來 有機會回補部分 或者全部回裂口 都不出奇的 那你如果回回來10700水平 可以想想買貨 那跌穿多少呢 跌穿這個低位 在10425 即是10400區才止蝕 駁它只是一個後秋 然後再上升 好了 為什麼還是比較樂觀一點呢 因為從近期一些人民幣 美國國債的情況來看 似乎現在的運官的形勢 都還是比較樂觀一點 好像美元兌人民幣 這個在岸價 其實向下代表人民幣升 那人民幣已經升穿七算 今天就算有壞消息 那它也都未反彈到七以上 就算反彈到七其實都很正常的 因為之前這裡有一個重要的位置 那跌穿了之後的後秋都不出奇 就算反彈到七都不出奇 最重要不要升穿七點零五 七點零五就是戰爭所指 即是10月14日這些低位 如果反彈到七點零五之上 即是說 咦 今次大家的利好的信息 大家對這個茂談 又可以簽到首階段協議 所以這個信息似乎可能 就飛歐了 大家有再擔心過 否則的話 它可能都是這些後秋 然後還是有機會再下跌 所以看著7到7點零五這些水平 只要不升穿7點零五都還是樂觀的 好了 另一方面 美國十年期債息 大家都知道 如果債息升上去一些 即是代表避險情緒降溫 事實上近來 美國知識曲線 由一個月去到三十年的知識曲線 一個月 三個月 六個月 十二個月 兩年 三年 五年 十年 這些一路一路 其實現在排列是正常的 即是越長年期 債息就越高 這個叫正常知識曲線 即是代表大家對經濟衰退 未來轉差的情況 就是樂觀很多很多 而美國十年期債息 都上去1.9厘 即是代表市場沒有那麼悲觀 避險情緒降溫了很多 現在很簡單 如果你看美國十年期債息 如果還可以上去就更加好 不能上去不要緊 現在在爭持 但是它不要再什麼 譬如說 不要再跌穿1.7厘 1.7厘 這個就是說 在11月1號的低位 這個就是大概1.67厘 其實1.7都差不多了 如果真的跌穿 即是市場又再擔心 否則的話 現在還是有機會 在這些水平 慢慢代表市場是避險情緒降溫的 風險為立是上升的 當然它不能夠天天都上升 債息就不是說 好像那些走勢那麼波動 雖然是有波動 但是不是說 今天兩來 即是下個禮拜 又兩來半 沒有誇張得那麼緊要 其實這些那麼大的波動 已經是什麼呢 已經是債市裡面 其實都挺罕有的 因為其實這裡講0.5厘 0.5厘 0.5厘對債息來說 比較多 已經它低位 由1.3幾厘 反彈到1.9厘 已經很多下 暫時來看 兩厘這些心理關口 又不是那麼容易穿得到 但是最重要它不要再大跌 代表風險為立 都OK 好了 那美股的情況 當然仍然都還是比較樂觀 那它已經 道指昨晚都再升百幾點的 只要不再跌回前浪頂 大概就是27,400點 因為前浪高位是27,398 那它不再跌下來的話 這個後秋都做完 不過有個上升裂口 只要它不再大幅跌穿這些 那你當它27,200 不再跌穿的話 那它還是一路向好的走勢 好了 整體來看 其實 仍然都是比較 一個趨勢都還是好的 中間有些反覆是不出奇 今天升了六天之後調整一下 所有的市場都是有些調整一下 不出奇 那你看得到 其實美國的市現在的趨勢 向好的 就可以看著那隻股王蘋果 蘋果公司 其實你看得到 最近是一路十級而上的 那有很多果粉 大家知道 香港都很多蘋果的涌等 買很多蘋果的產品 一路一路其實就貢獻給它 那它全世界都賺到全世界的錢 一路一路都上的 那好像大家都說 內地那些電話那樣說 有些笑話那樣說 內地話策華為 但是呢 就買iPhone 買完iPhone之後 那個wall paper 就轉了做華為wall paper 就是 都幾搞笑的 所以也都反映出 蘋果的產品 都是受到很多的歡迎 那樣 所以一路這樣上 這隻股其實 是這陣子升得太多了 升了很多 如果你說有調整的話 都是一個吸納的機會來的 港股方面呢 今天就升汽車股 那跟大家說兩隻 就是恆子成份股的吉利 那樣 這個頭肩底形態 說了很久的了 就是說一路這個 就是看著它 反覆上升格局 那大概升 還有多少左右 可能去到十七八元這些水平 那些水平的 幸運的話 就去到這個前浪頂 大概十九元這些位 那些位 沒那麼好運的話 可能有十八元左右 楊度升幅大概這樣 那樣 另外一隻長城汽車 走勢更強 今天升幅3.6% 也都已經率先 是突破了這個前浪頂 就是四月那些高位 就是早過吉利很多 吉利那些四月的高位 在這裏 在18.6% 那還有一部分 長城已經上去了 那就是長城強一點 強小一點 這些股 如果你說借勢 這幾天調整下來的時候 這些就是可以想的強勢股 總結而言 我覺得今天這個調整 暫時都當是技術性的回吐 借勢調整 寫實話消息 那樣 估計在這個前浪頂 兩萬七千三百區 會有支持的 跌低多一點都不要緊 但不要跌穿兩萬七 回補了這個裂口 都有機會的 那這個調整下來 可能是一個買貨的機會來的 今天分析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